大家好,我叫Jeky,那我在FuName工作室 那就是我這邊有在共一些些關於FuNative部署的名稱 那有時候就是在抓一些東西,那會有時候就是專一專部署完 那可能就是清掉又再重新再集 那所以這樣子反覆的這樣清掉重建,就是會需要一個稍微方便一點的工具 那我這邊大概簡單稍微提一下就是說 會先提到說為什麼會有KBIS這個東西,但是小小簡單的講過去而已 那這邊就是前面有一些基本介紹之後,我後面就會稍微介紹一下這個工具 不過要說的小抱歉就是,我環境準備上面有點狀況,所以可能沒辦法給你們 但是我可以把那個Repository給大家看看 那各自可以回去玩 我們都知道說,因為進入雲端時代,就是 SERVER不像以前那麼簡單,可能一台兩台,然後上面跑到APA 7 或者是在弄個DB這樣就結束了 我現在這年代,只要是對外面有一定規模的服務 通常都是搞到都是要很複雜的 那所以,畢竟這種狀況我們通常就是會有一些 像先前就會有一些像虛擬化的方法 那你可以去管理說,我今天需要多少量的機器 那如果我需要的比較少,我就用少一點 那需要比較多,我就機器都開多一點 可以做一些動態上面的調整 那,在watcher session 之後 又進入另外一個時代 就是用container的方式 那,container我們 就我們看到說 我們從原本的虛擬化,每一個OS的這種方式 因為,如果是傳統的虛擬化而言 它就是屬於機器層面的虛擬化 所以,也就是說它是虛擬很多的機器 那虛擬,機器是虛擬的,但是OS其實是實體的 所以你在每一個執行的單元裡面 其實要去,每一個執行單元裡面都要跑一個真實的OS 那對機器的負擔,我們就可想而知 那,其實通常一個簡單的比喻嘛 就是說,一台server如果稍微好一點 可能開個10台,20台 那頂多給你30台VM,可能就差不多了 可是如果一個要開container的話 你可能不用多好 可能一個一般的中心 你可以開好幾千個container 那個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它有一些好壞 那,container 每個人有它的那個詮釋 那,有些人是想說把container當作是一個服務 那,我個人是不會用這種方式去理解 我會比較請教人理解說 呃,我們可以把container想像成它是一個process 我們去執行一個process 只是那個process它是 比較heavy一點點的process 這個process它擁有自己的file system 擁有自己的網路環境 它擁有自己的一些,其他一些resource可以做調控 那,彼此之間這些process也可以做一些整理 所以,通常我們真的要run一個服務的時候 通常不會是真的是一個container 通常是,我們那些service 可能通常是說 我有,我要起三個或五個process 那,我可能就是三個或五個container 然後再這樣子把它用 例如說當個compose 那類的方式把它切起來 這是比較簡單的方式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你要執行到一個 一個稍微有一個一點點程度的服務 通常還是需要好幾個container 那,我會建議說 不要用VM的方式 不要用VM的角度去理解它 可以去把它想像成說 它是一個process 一個比較重一點點的process 對 那實際是 呃,我當初從virtualization那邊做 然後再跳到container這一邊的時候 那個觀念上面的轉換 就是我也卡了一段時間 那這部分是給 呃,如果有 剛進來接觸container的朋友 就是 思維上可以 有一個新的角度 那 我們特想而知嘛 如果說今天 它是process這一類的東西 那如果你要執行服務的話 那一個OS裡面 要執行那些服務 那有多少個process要跑 很多,非常多嘛 那如果說你今天又是在 很多台的機器上面 那 cluster 那 這些跟服務相關的processer 會有多少 所以它管理起來就 不會那麼的容易 可以想像說 可能這個cluster裡面是 上千上萬更多的 更多的container 在運作 那 如果說這樣子的話 我們今天 總不可能用人 手工說 我今天用Docker ROM的方式 就可以把一個container 騎起來 那騎個千台萬台 就是用這樣 怎麼可能 所以我們一定是上面 會有一個更高層次 或者更抽象的方式 去管理下面的這些container 那 所以就有 Tubernetis 這樣的 這樣的平台出現 對 那 它基本上 我們說所謂的管理 那它是做了哪些事情 如果說 以 粗略來講 它有做到說 像是支援的管理 例如說 我有這些node 那這些node之間 我要怎麼去管理它的音符的支援 那以及 我要怎麼去排成 我要怎麼去 去 規範說 哪一些process 哪一些工作 我要丟給哪一些機器上面做好 這些東西 它要這些管理 然後 另外一發明它也是說 我流量進來 我怎麼樣去做dispatch之類的 所以 這些部分 基本上都是 我們在整個cluster平台 是還蠻基本會用到的部分 只是說 現在在container時代的話 就有一個專門針對這種container版本的 一個平台 那 那 因為像剛剛 前一位 UOD DIY先生 就是 他已經有跟大家稍微介紹過 那個 Kubernetes 所以就也不用 再多詳細講 那 基本上就是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是說 如果一個基本的話 就是 我的 Kubernetes會開master 那這個master 它就是基本上就是做管理 就像剛剛講到那些什麼 調派 支援 支援使用 支援的管理 什麼之類的 基本上就是由這個master來做 那下面的這些node 就是 被它管理的機器 那上面就會執行一些adron 那這些adron 就是提名於這個master 然後 就是接受工作這樣子 那外面有什麼樣的 一些npi 或者是UI 什麼東西要打進來 就是透過這個master 再轉接進去 OK OK 那 這是另外一張 另外一張的示意圖 基本上也是一個master 然後上面跑了 可以看到這邊有四個 滿主要的component OK 那 前面三個是無狀態的 那 它會把一些 這些執行的東西呢 就存到這個叫做etcd的一個 一個t-value的一個db裡面 那這個etcd它是屬於分散式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 它是可以做ha 你可以把它同時放在三台五台 那個node上面 那它彼此之間就是會做同步跟備份 那下來這一邊的話 node其實也就是說 就像剛剛提到就是裝agent 那這個agent上面就是就跑了 剛剛前面提到的是part 這個part裡面其實就是 一個container 那剛剛提到說像是master 我們通常就是 典型來講就是一台sero 那它去管理下面有很多台 那通常我們都知道說 如果 要稍微可靠一點的環境 或者說是partation的環境 那 不可能就是 一台主機 然後它如果掛掉了 你整個partation的環境就死了 所以一定會有多台 這個大概是大家的共識 那有多台的話 就會有 呃 我們可以看到像這邊就是 這個圖例就是三個master 圖片稍微不是很清楚 那這三個master呢 它各自其實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些component 像剛剛提到的什麼 API Server 然後裡面是 一體系體就會儲存它的狀態 然後schedule 然後 controller manager 之類的 之類一些component 那其實管理呢 他們基本上 呃 他們 他們之間會有一些協調 就是讓整個的行為是一致的 然後就是 這邊的 Node就是接受他們這三台的管理 那 有一些是連這一台 有些是連這一台 所以他們彼此之間就是 看你怎麼樣去 去做連線上面的管理 那 後面稍微提一下 Safehost 那 Safehost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 呃 這些 KBiase的component 那 他們 會去 啟動執行我們需要的那些application 好 那這些application 如果發生掛掉或發生什麼問題的話 那 Kubernetes會試著幫他去做重啟 或者試著簡單的去做排除故障 也就是說 你在上面跑的一些application呢 是 可以被K8S來做保護的 他可以 他可以試著就是幫你去做某種修復 可是Kubernetes自己本身呢 如果他自己 他自己的component掛了怎麼辦 OK 那當然就是 因為他就是底層嘛 所以 沒什麼好講 你可能只能用其他方式來做 可是 欸 就有人想出了說 我能不能把 Kubernetes 呃 他的原件其實也納入到他自己的保護底下 那納進去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像這個樣子 OK 他現在 他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一堆的part 那這part裡面 除了其他的一些 呃 除了一些一般的application之外 像是api server啊 control manager 這些東西 其實他都已經被納進來了 他被納到 他被納到自己的那個管理底下 所以他是自己管理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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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就是說 某種程度上其實都會提高一些可靠度 而且 除了可靠度之外呢 另外一個就是升級 因為他可以去幫你做rolling update 那一般來說就是你可以去幫你的application的層級做All-in Update 但是現在如果加進了這個Safe Hosted的呢 你也可以就是說我要申請K8S 那我也可以用這一套他自己提供的機制去對自己做這件事情 不過通常在做部署的時候還是會有一些稍微不方便的地方 第一點就是那些部署的工具通常我們還是需要下載 就是如果各位有用過CubeADM、Bookcube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之類的東西 通常還是要當一個ByNu一下 Bookcube例外啦,Bookcube它有用另外一個方法 然後再來是說,通常這一類的部署方式它是 基本上就是你要騎個CubeLand 通常就是說你用CubeLand去帶齊後面的component 那這CubeLand就是因為它是比較底層的component 所以變成說 像CubeADM在執行的時候它就會告訴你說 你的系統沒有CubeLand 你要自己去安裝 那這就是第二個有不方便的地方 那你還要看你的系統是哪一種OS 是跑系列很低的還是其他種類的 那你可能下載還要用各種不一樣的方式 那再來是說 這個可能 看人啊就是說 如果今天你的環境 你的機器的配置IP都是固定的 你不會說我機器可能會抽換 會有一些就是會快速改變的狀況底下 那 可能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的環境是 我可能192.168.123 那也許我三可能哪一天我會突然哪一種 如果可能有其他用我會吊走 那可能會有一台192.168.4要加進來 那如果說今天你是 一開始你就先把MASER的IT啊什麼東西 就是用傳統的方式就寫到主台檔裡面 那寫死了 那就比較不是那麼好 就是說你要做吊派你的主台檔 可能都要重新做一些處理 這也是剛剛提到就是說你的MASER IP 就是如果說你下面的人先弄的 因為你要告訴他MASER的IP 他們要去跟MASER做溝通 那問題是說你的IP 你的MASER如果今天也是被吊派 如果說今天有機器壞掉了 你可能換一台 但是有時候 或者是有時候你只是 你希望能夠換一台不同IP 新的IP的接觸金 那這樣子IP都是寫實在上面 會比較沒有那麼方便 那 HLA就是 我們剛剛也是看到就是說 如果你要設HLA的話 各位如果去網路上查通的 也是蠻多繁鎖的手續 而且你要去一個一個去填那些MASER的IP 那今天稍微不方便呢 就是 呃 有一個open source的專案 就是 呃 可以去協助在這個部分上面的一些環節 OK 那基本上它是container-based的deployment 所以 你只要下一個Docker Run 然後後面接那個相關的殘所 那你就可以在 那個 那個機器上面把整個 整個CLASSER鋪起來 所以你不用再刻意去下載 就直接用一個container 它就可以把整個CLASSER切起來 那在Tuberlator的部分呢 因為它的Tuberlator的做法就是 它是用Docker Run的方式起Tuberlator 所以你也不需要去 手動去下載Tuberlator本身 而且再來是說 下載下來 它用Docker Run 然後再 用Docker Run 然後再 利用Docker的機制去回覆它 例如說它如果掛掉什麼 Docker也是Docker可以去做處理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說也不需要 它自己就幫你用Docker的方式起Tuberlator 那另外這一個呢 就是 我可以去 呃 如果說今天 你的區網裡面 你有三台機器 那 你這三台機器 呃 如果要組CLASSER 我們通常會怎麼做 是不是要填故鄉的ID 192.168.0.1.2.3 那三個 三個清單 你可能要把它寫到主態檔一 那如果說今天 你想要隨心一點 我就是三個機器 那三個機器 那三個機器 可能就是拿DHCB 你也不用管它什麼 那我能不能 就是設定一個 一個ID 那它能夠就是在網路上 用掃描的方式 就是可以去抓到說 跟它是網路上是同樣ID的機器 那我們就這三個把它 碰在一起 所以這樣的方式就是 你在部署上面就會變得更懶人一定 那再來就是說 呃 在API Server這一邊呢 我們也不用去填一個實體的IP 而是直接利用 K8S它內部有一個cluster的IP機制 那用這個機制之後呢 它一樣是透過Cube Plus 去轉發 所以也就是說 你的Master怎麼換 你的Node都是透過那個虛擬的IP去練 那這樣子的話 就比較可以幫助說 你的那個 呃 就是你要去 呃 可以確保說 我的那個Node 連到那個 API Server 我不需要在這邊 改IP改來改去的 不要去改組太檔之類的 OK 那 HA 基本上 對 它也是自動的就是說 我這三台可能組進去 那 它可能這三台就是都可以成為Master 好 那Safe Hosting的 這個就是 剛剛提到的一個功能 那 像這樣 它用目捨的方式其實就蠻單純的 只是因為比較長 它裡面要掛的一些 Valign啊 Flag會長一點 所以我這邊先稍微做一點情況 那基本上就是 執行像類似像這樣的架構 那它跑下去之後 它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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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把這台弄的給亂起來 那如果說 想要的話 其實你可以三台一起下去跑 三台都下這個指令 那 呃 後面其實你還可以再加一個參數 就是Class ID 那這ID叫指令相同的名字 它就可以 三台在去網互相搜尋到 它就可以互相組起來 好 那就是剛剛提到 針對剛剛的問題 就是你在CubeLate的時候 呃 它會用Docker的方式來起 所以你也不用手動去下載 那這邊就像剛剛提到 就是說 呃 如果你要起三台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透過指令ID的方式 就是一二三 就三台都是網互相的指令 那 如果 呃 要避免說如果有多個網卡 你有多個網斷 你希望它少能同一個網斷 專注手 沒有網斷的話 你可以直接加入網組好 那三台就是 可以 這個東西再配上一支棒 那就可以 真的是一介 就可以把 多台的那個機器都輸出起來 那自動 自動組HA呢 這部分也是就是說 包括 呃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剛剛提到的四個 四個蠻主要的component 比如EDCD API Server 還有 Controller Manager 跟Schedule 這幾個 這幾個component 都會 自動的在 前面三台 就是說你部署下去 它會 呃 漸漸組起來 那漸漸組起來之後 前面三台加進來的機器 會自動成為Nester 那後面再加進來的 它就會是 一般的Node OK 那你在用這個方式 一直在後面 繼續增加 繼續佈下去 那你就不用說是 比較繁瑣的一些過程 那 Segle Hotier 這一邊呢 我就借鑑著 Bootcube的方式來做 Bootcube 他有學習他的一些方式 那他做成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那樣子 那只是說 因為 準備的關係 要跟大家說 第二要告一件事 嗯 就不太能demo 那 目前 呃 我試著把它升到1.1 但是中間有遇到一些問題 那 目前 它如果現在可以運作順暢的東西 是在K8S比較久一點的版本 所以這個 還是稍微等 呃 就大家如果有要 一起進來 協助改善的話 就是加強的話 也就是也歡迎大家 謝謝 那有沒有什麼 好奇的 你那個 如果那個 環境一定bred也好之後 是過過的部署完之後 加一個node 或者加一個marsnode 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來做嗎 可以 就是如果是用這個方式 佈起來的class 那 在後面追加 你只要去填 就是跟他classid是同一個 對 然後他就是在去網搜尋 他就認得說 我要進這個地方 對 他就可以加的進去 還有其他好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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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謝謝大家 那 各位可以來 來看看 然後也可以 給我一些指甲 這樣子 對 因為開掛上面 我自己覺得 還有滿多地方 我自己不是很滿意 那 就是還需要 大家可以 來 可以來一些 想法的交流 謝謝